和这个明底博士一起讲 这个椰子油它的好处还有坏处 关于这个椰子油的好处 有大概1500多个研究的论文 来讲这个椰子油的好处 所以他这个研究的是非常充分的 椰子油有很多的好处 当我们去分析这个椰子油的构成 它的组成成分 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有好处 但也有一部分是有坏处 当我们分析椰子油的成分 这个椰子油里面有70%的中链脂肪酸 中链脂肪酸它对健康是有很多的好处 这张纸上面的都是一些关于中链脂肪酸的一些好处 都是一些研究 一些论文 一些数据 一些证明 因为我的视频面向大多数的朋友 一般性都是只想了解一个结果 了解一个结论 很少有人会去追究这个数据 这个论文 但是也会遇到一些 可能比较有点专业背景的人 会找我来这边追究 说我讲的没有根据 没有论文 没有数据 是瞎说 那么因为我以前的视频 这些论文之类的东西都不会放在视频里面 因为大多数人看不懂也不会去看 那么这次呢 我就把这些论文的这些数据东西呢 我就放在评论区里面 放在评论区里面 置顶 那些喜欢挖数据的 有些专业背景的朋友呢 那直接自己去看这些论文 不要在评论区里面 跟我在那边挑刺了 这些论文里有讲这个中链脂肪酸 椰子油里面的中链脂肪酸呢 对阿兹海默症有帮助 对这个心脏疾病有好处 可以提升你的这个高密度 高密度的这个胆固醇 高密度脂肪的胆固醇 还可以这个防止这个高血压等等 还可以防止肝脏的疾病 还可以减少这个炎症 还具有这个抗菌 抗细菌以及抗增菌的各种功能 这个还可以提高记忆力 增加你的这个身体的活力和能量 中链脂肪酸的好处一大堆 还可以解决你这个牙龈 口腔里面这个牙龈问题 你用这个 如果你用这个有这个牙龈盐 用这个椰子油 椰子油含在嘴里面 像疏口一样的 可以让这个椰子油 在牙齿的缝缝里面跑来跑去 就像疏口一样的这样子 这样子操作 可以帮助你这个缓解这个牙龈的问题 牙龈的牙龈盐等疾病 中链脂肪酸还可以帮助 缓解这个二性糖尿病的问题 还可以帮助你的肝脏 去生产更多的铜体 生铜里面的这个铜体 可以生产更多 总之这个椰子油里面 找到的这个 含70%的这个中链脂肪酸 它这个好处是多的 不得了 多的不得了 多的不得了 有很多的好处 那么那个70%是中链脂肪酸 那么另外的30%是什么呢 另外的30%就是这个常链脂肪酸 常链脂肪酸 Omega 3 这个30%的常链脂肪酸 对身体是有害 它的问题就是会伤害你的这个免疫系统 对免疫系统不好 这个常链脂肪酸吃下去之后 会导致一个炎症的反应 身体炎症的反应 也就是说它是会促进这个身体的炎症发生 这里就讲到那个生铜饮食 在生铜饮食里面 非常推崇的一个东西 吃的东西叫防氮咖啡 很多人当然也有什么防氮红茶 防氮咖啡 防氮可可 反正就是防氮的 它这个东西我以前也吃过 这个防氮咖啡一般 早上这个咖啡一泡 里面放一点椰子油 或者再放一点橄榄油 或者有的人放黄油 如果你里面是放了这个椰子油 就咕噜咕噜咕噜 这个一杯咖啡喝下去 这个防氮咖啡喝下去 就等于是早饭就解决了 就不要吃早饭了 因为它这里面这个能量是相当的多 是里面这个脂肪能量是很高的 很多这个生铜饮食的朋友 都会喝这个防氮咖啡 但是问题是 你喝防氮咖啡的时候 如果里面里面放的是椰子油 那你这个70%中链脂肪酸 好有好处 那么还有那个30%的长链脂肪酸 也一下子就吃进去 你吃进去了那么多的长链脂肪酸 就有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问题 就会有可能会促进你身体产生这个炎症 你这个防氮咖啡里面这个椰子油这么多喝下去 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免疫系统会有些问题 这个前面这个里面这个上面写的这些好处 那是这是好处 这些好处 这些是不会有问题的 就是那个那个长链脂肪酸 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吧 有 那就是你在吃这个长链脂肪酸的时候 同时要保证也要吃进去短链脂肪酸 你是不是听了有点晕了 你就说这个长链脂肪酸 椰子油里面长链脂肪酸吃了有坏处 但是为了解决这个坏处 为了抵消 抵消长链脂肪酸的坏处 你需要吃一点短链脂肪酸 要抵消这个长链脂肪酸 促进炎症反应的这个问题 就需要吃这个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就是在蔬菜里面 有的这个东西 就是蔬菜里面含有这个短链脂肪酸 比如说这个土豆 这个芦笋 这个韭菜 这个洋葱 这个大蒜 这些都是含有短链脂肪酸的这个食物 所以你吃椰子油的时候 跟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吃 就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个防淡咖啡 防淡咖啡 很多习惯性的吃法 就是一杯咖啡就解决了 不会再吃任何其他东西的 更不会去吃什么蔬菜 所以这个就是说防淡咖啡里面 如果是椰子油的话 总归是不太好 最好要结合一点蔬菜 或者你防淡咖啡 你不要放这个椰子油 你放这个MCT油 MCT油就是这个中链脂肪酸的这个油 就是说把这个椰子油 里面把它的中链脂肪酸拿出来 把它跟长链脂肪酸分开来 只需要它那个70%的中链脂肪酸 用这个中链脂肪酸做成的这个油 这个MCT油来把它放到这个咖啡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防淡咖啡里面含有长链脂肪酸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是要这个防淡咖啡 那么建议你们放这个MCT油 不要放这个椰子油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了 你要吃椰子油的就记得跟蔬菜一起吃 各种各样的蔬菜一起吃 或者说更简单一点 你保证你的每一顿饭 每一餐都很有蔬菜 那这就更简单了 就是说这个蔬菜这是很重要 这个短链脂肪酸 可以平衡你的这个血糖 可以帮助你把这个白色脂肪 变成一个棕色脂肪 棕色脂肪是一个更加好的脂肪 人体里面有白色脂肪 有棕色脂肪 如果棕色脂肪比较多 那就是比较好 身体就更好 因为棕色脂肪 它是更容易燃烧的一种脂肪 而且这个短链脂肪酸 对一些这个肠道问题 对一些过敏的一些症状 都是有好处的